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航说流美第二期快问快答 陈航老师将在五分钟之内尽可能多的回答我们从各个平台汇总而来的问题 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第一题 等之后重新上课的时候再次签证 所需的材料的第一次申请有什么区别吗 你就把你上课的成绩单 你上课的记录拿去就行了 应该比第一次签证要容易 因为你已经有美国在上学的记录了 下面 密歇根大学第二本分校怎么样 世界排名根本找不到这所大学 排名找不到 这个大学是一个很好大学 是存在的 密之恩有三个分校 一个是安纳伯主校 是大家最知道的 还有这个叫Flint 还有叫Dearborn 就跟Pan State有20多个分校一样 它主校是研究性大学 分校是教学性大学 那么你去分校还可以转到主校 这是被正式认证的 是很好的学校 下面 现在决定在中国上美国的网课 签证约到明年一月了 您看可以吗 我看你不可以也得可以 因为你要今天去约 你就得约到二月底了 所以你就赶紧约 到时候去签证就好了 下面 OPT只能申请一次 还是可以多次 比如本科读完可以申请一次 然后OPT到期之后 在读个硕士之后 还能再申请一次吗 是可以的 这里面 你读完了两年制的学校 读完四年制的本科 读完硕士 读完博士 可以各申请一次OPT 这里面你要特别注意 在OPT里要注意 不要过期 而且不要你的失业区 要过长 而且你是如果读两个硕士的话 这里一定要有一个规划 你要把OPT放在第二个硕士 下面 实习签证下来了 但是实习卡一直持续不到 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是一个常见的 非常棘手的问题 第一 你要不停地移民局打电话 要问移民局说 这个卡到底是没有处理 还是已经发出来 你没收到 如果你打电话找不到人 你可以找你们的ISS 因为ISS跟移民局 它有一个单独的通道 再有一个 就是你一定要确定 你的邮寄的地址 是一个好的地址 如果你在美国有亲戚 有很好的朋友 他们有固定的地址 或者你的顾问在美国 你可以发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来转寄给你 这个卡非常重要 像个信用卡那么大小一样 没有这个卡 你是不能工作的 所以你赶紧要去 跟移民局来沟通 下面 孩子没本 今年杜克MQM硕社录取 在国内实习有什么建议 毕业后在美就业情景如何 杜克的MQM是一个很好的专业 它是一个十个月的 我估计你这个情况 是申请到了 你想gap一年 那么你在国内的 比如在银行咨询 像IT这些行业 实习都是相关的 这个行业在美国的就业前景 非常好 是个很不错的专业 下面 有美国签证先休学一年 签证不过期 明年回美国入境会不会受限制 现在的入境政策是不受限制的 下面 孩子今年上大三 今年未回国 签证明年六月到期 计算机专业 明年要不要去续签 会不会有拒签的风险 如果不续签 明年是不是回不来 你这个说了这么大通 就是你如果在美国 你就不需要进美国这个签证 签证就是一个门票 所以你这个情况如果已经大三了 就计算机的 我记得你就读完了以后 再回国 因为你还有一个到时申请OPT 你需要一年的时间的问题 所以你就读完了再回去就好了 下面 如果在美国境内转换签证类型 比如F2转F1 之后在新IR0有效期内离开美国 再次入境时 还需要重新申请F1签证吗 OK 你不需要重新申请F2转F1 但是你有F1 你这个你没有这个F1入境的签证 你需要一个入境的签证 如果你以前是F2的话 所以是需要的 下面 我申请伯克利的转校 一直在waiting list上 UCLA已经给了我offer 我个人更深奥于伯克利 想请问一下 一直等下去是否值得 你千万不要把UCLA的 这个转学录取给错过了 而且呢 在UCLA和UCBerkeley 他们内部呢 是会来沟通 这个谁被录 谁没被录的 那么呢 你就UCLA也是很好的学校 我建议你就去UCLA就好了 现在如果还没有的话 下面 孩子每本经济学和数据分析 硕士继续在美国商业分析 想请问是继续读相关专业博士 还是留美工作几年在读博呢 首先商业分析这个专业呢 博士开设的学校很少 因为这是一个很实用的专业 所以你这个情况呢 我建议你在美国呢 先实习 先工作一下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 喜欢做专业的这种博士性的这种研究 然后呢 再来读博士 一般来讲 你工作再读博士都是有利的 它和硕士不一样 下面 意义会好一些 意义的范围更广 而且呢 还有像machine learning啊 机器学习啊 这些 ME就是一个机械设计 它的就业前景相对比较小 下面 这个我不知道你从哪知道的 美国有非常非常好的公立大学 有非常非常好的私立大学 像公立大学 像UC Berkeley UCLA UW 这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所以呢 这个公立学校是非常好的 学校 好 下次再见